我们看到还有一些人的能力 个人的品质会让这个企业有无限的延伸 你比如在部队的军人 我们看到很多部队的军人 柳传志 任正非 王石 任志祥 这都是军人 所以他们的能力当中呢 在执行上面就非常严格 严格到了有时候让你不是很舒服 但是这个企业它就能成长 我看到柳传志最近在讲两件事情 一个叫说到做到 一个叫有主人的企业 这是他最近讲的话 那么我很有体会啊 因为我们非常好 也是邻居 有经常每年呢 我们都有固定时间呢 在国外我们一起度假 讨论一些问题 我们比如说一块出去的时候 这十几年 我们每年都这么玩 但是呢 大概在五六年以前吧 有一次 他就说不许迟到 迟到了以后呢 首先是三分钟以内罚款 再迟到十分钟以上 我今天就不理你们 不要跟我说话 我要翻脸 开始我们觉得有点 好像大哥有点较劲呢 有点随便说说 反正大家不怕罚款 结果就有人去迟到 迟到以后 我们一上车 刘总当面就说 你今天别跟我说话 我今天一天不理你 我说真撂下脸 大家一看 我说大哥真认真了 后来我们即使出去玩 这五六年下来 没有人迟到 你看他就说 他说我们这些人 如果都不遵守时间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企业遵守时间 这是他 他知道他是军工学校毕业 曾经在部队待过一段时间 所以他这种性格 这种个人的素养 他会让企业很好的成长 但大部分人呢 我也看到还有一些民营企业 这些民营企业呢 对政商关系都很熟悉 喜欢去跟政府啊 拉关系啊 这些企业的领导呢 相反弹性都比较大 我们在一块交往的时候呢 他们对于这种 严格的一面呢 都比较弱 所以这些企业 他管理下边 他也比较松 而刘总是非常清楚 所以每一个企业领导人呢 你自身呢 你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你看清楚自己 其实非常难 而你自己身上 往往就会有 让你企业不能增长的那个障碍 你自己不知道 我这次去看 去体检呢 非常体会 一共有差不多十几个医生 美国这个系统呢 又极其的发达 他对你体检呢 知认真 我就待了两天呢 差不多就研究了他自己的每一个器官 然后他现在因为显示啊 他这个互联网上跟你弄得非常清楚 你的胃是怎么长的呀 他说你过去从来没看过这玩意儿 然后心脏做这个心脏的CT 心脏CT完了 让你看这个照片 哪条血管是怎么长 都让你看 这美国人呢 他就是说 科学 一定让你看清楚 然后他要不要让你信息对称 就他看到的信息 和你看到的要一致 然后你对他的判断 对他的专业判断 表达出你的意见 那么我突然就发现 的确这个当然从生理上 看清自己 是相对靠仪器就能解决的 但问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当中的一种文化 价值观和 比如说习惯 我们自己有时候并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在一个组织里头 我们往往自己会成为这个组织障碍的时候 你都不认障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是障碍 就像我们中国人都嫌人多 自己从来不上吊 那你照着说嫌人多 你先做贡献上吊得了 没有 都是在说别人 从来不会嫌自己 而且都说谁谁谁素质不行 他不说自己素质不行 其实我们自己要突破这个极限 企业家的自己的能力 和企业的你自己的习惯文化 都有很大关系 那么我们的能力还容易提升 你比如你不会电脑学学 你不会互联网 不会什么你也会学 但问题是这种软的东西 包括我们讲的价值观 经验这些东西 所以我个人都倾向建议 作为一个创业者 应该更多的时间来改变自己 让自己的宽阔 而且视野经验 所以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一件事 就是老男人要玩 小男人要思考 什么意思呢 小伙子二十多岁的时候天天玩 你拿点时间思考 就变得深沉一点 比别人有点竞争性 但是你到四五十岁以后 你基本上交朋友的模式都很固定 而且交新朋友很难 容易陷入一种特别的经验主义 和固定的一种方式 而通过玩这件事情呢 一下子缩短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 经验上的差别 一般你跟年轻的人一块玩 跟男的女的老的 不同背景的人一块玩 你很快会改变 而且呢 在过程中呢 让你去体会更多的 你行业以外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参加一些 行业以外的组织 工艺也好 社会也好 包括不同行业的交流 实际上对你自己的改变很大 包括去一些学校听课 包括跟其他的企业交流 所以这么多年 我们得益于一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学习 其实我们自己看下来 我们自己能活下来的事情 有时候也在想 海南当年两万家公司 几乎都是做房地产的 我们是排在倒数前十名 就是刚注册公司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活下来 别人就去过去了呢 那你仔细想 第一呢 我们的爹没有什么特别 就你不是靠爹的 爹也是老百姓 对吧 经常被和谐 就是爹 不是什么 就是个普通人 所以爹不行 那那些爹型的人 跑哪去了呢 那没了 第二个呢 你有什么特别的支持吗 比如给你个优惠政策吗 也没有碰到过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特别机遇吗 反正大家都一样 都这个时代 机遇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呢 我们其中就是 我认为就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学好 我们真没想干坏事 真的是想把事情往好里做 所以从来在过程中 不干坏事 受委屈就受委屈了 晚点赠钱就晚点赠钱 这个很重要 相信我们刚才说的价值观 第二个就是学习 因为我们爹不行 那我们自己要比爹行 怎么办呢 学习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不停地学先进 到处去访问 去找这些好的企业去学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是我们五六个人一起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你今天看过来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凡是认真跟我们 讨论问题的这些企业 今天仍然是我们的榜样 凡是很牛逼不待见我们的 今天都垮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什么 现在呢 好 是 res 都是